普京访问蒙古国向外界传递两大重要信号 每日别想情举妄动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普京在访问蒙古国期间接受了当地报纸今日报的采访 并且提到了一些关键内容 传递了两大重要信号 首先普京强调了中俄盟合作的进展 普京指出近年来中俄盟三国合作为全面互利的关系奠定了监视基础 并且三方会晤机制对推动合作非常重要 普京这一表态不仅肯定了三国合作的意义 还向蒙古发出了明确的提醒 就是保持与中俄的友好关系 这是蒙古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蒙古作为连接中俄的战略通道 能够达成中俄的经济快车 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而且普京特别提到 发展蒙俄关系是优先外交 这也是对蒙古的一种敲打 告诉他不要轻易转向美国 或者试图搞什么所谓的第三国外交 保持中立或者试图寻求与美国更深层次的合作 可能会影响到蒙古的稳定与发展前景 其次普京明确的表示将继续推进特别军事行动 他指出西方已经将乌克兰视为对抗俄罗斯的工具 而俄罗斯也对此非常清楚 因此不会退缩 将继续执行特别军事行动 确保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尽管当前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势 也给普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但是普京显然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通过这次表态 普京也向外明确表示 俄罗斯不会与美国和乌克兰进行任何妥协性谈判 将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另外普京还透露了将继续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计划 这一论坛的举办地点是在俄罗斯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 我们也叫海参崴 标志着俄罗斯将向东战略进一步推进 自欧冲突以来 俄罗斯的对欧贸易合作通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围追堵截时期 必须调整战略 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东方市场 与欧洲相比 东方国家对俄罗斯更为友好 因此普京希望借助东方经济论坛的契机 进一步深化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特别是能源和矿产方面的合作 那么通过这次访问蒙古 普京也向外界传递了两个重要信号 第一个就是中俄后院不会乱 普京的此次访问也表明 俄罗斯有能力维持与蒙古的稳定关系 确保蒙古不会成为外部势力 破坏中俄后院的工具 蒙古国作为俄罗斯南部的战略要地 关系到西伯利亚乃至俄罗斯腹地的安全 因此稳住蒙古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在南部的安全防线 也为其推进向东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就是警告美日不要轻举妄动 那近期美日间的军事合作也愈加紧密 而且日本也非常多的去抢购大米 似乎要为可能来到的战事做准备的一个迹象 那对俄罗斯来说 日本对北方四岛的觊觎和美国对远东地区的军事介入 都有可能使俄罗斯陷入到两线作战的窘境 那普京通过访问蒙古国和去参加东方经济论坛 表明了俄罗斯已经在采取行动遏制美日的任何冒险举动 确保远东地区的安全 总的来说 普京这次访问的行程不仅巩固了与蒙古国的关系 稳定了中俄后院 还向美日发出了警告 表明俄罗斯不会被当前的挑战压垮 只要普京继续稳步朝着既定目标推进 俄罗斯仍将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维持它的地位